哈喽大家好,我是脑袋有点晕的小白 上期黑子等人记忆遭到篡改 婚后帮忙调查,遭到重创 炮姐一怒之下手拆机械螳螂 昨天在病房外听见旁边的女生说的女王有些不急 炮福告诉她,女王是长盘胎的石峰操棋 昨天才想起超能力者中有个能控制记忆的人 进婚后被转交到别的机构治疗 外内他们则找到了心灵系的同学 夺取了小猫咪的记忆 得到了一句拉丁语的百文不如一见 也看见了奇怪的男人和黄发女的情报 外内拜托昨天联系玉板 昨天才发现自己手机内居然有炮姐的电话号 另一边玉板美玲在路边见到初春 初春不记得炮姐了,却还认识我丈母娘 这不是离谱吗 幕后只是麻长的警测看去 根据过来人员的吊牌 找到了玉板妈妈试图用她当做人质 见初春也在干脆一起绑 昨天找到了黑子说了婚后的事情 并推辞他们可能真的认识炮姐 手握剧本的昨天一下就想到了石峰 她没有联系初春 而是单独和黑子说了这件事 并打算找炮姐问清楚情况 同时告诉她关于黑猫看见的情报 但就在炮姐说出地址 昨天让她不要走动 黑子会过去接她时 警测挟持了初春要求炮姐挂断电话 炮姐照做 听见警测质问她玉板妹妹藏身何处 听对方口中的意思 说玉板袭击了石研别墅 但炮姐却从没干过这件事情 反而质问警测究竟想干什么 警测生石研都市是一个聚在的实验场 炮姐这种身居高位的人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警测不但挟持了初春 还绑架了她的母亲 她要求炮姐二选一 不然就交出妹妹的情报 炮姐两个都要求 当警测大笑时 炮姐垫了一拽木顿下的钢管 顺利将初春救出 下方的警测准备对玉板妈妈下手 这个黑子一轮一砸下 带走了人质 对炮姐机中的警测是替身 她试图袭击黑子 走到炮姐面前指着她笑了 然后化作为一摊液体 警测离开后 根据炮姐的反应 她猜测在别墅实验的目击证人 可能被人篡改了记忆 黑子质问炮姐为什么知道她在哪里 还大声提示自己她要去救初春 炮姐解释 自己在电话中说了地址 还喊了初春的名字 黑子给初春打电话的电波 她也看见了 以黑子速度最多10秒就能感到 这就是炮姐对黑子的信任 黑子被她撩得小脸通红 忙说自己没有那种癖好 笑死 鬼都不行 两人返回177支部 利爷开始了他的推理 他是知道 他百万不如一见这个网址 这网站的卖点 就是先调查出情报 再曝光 但现在网络上的大量假消息 淹没了网站 昨天推断初春 不可能没发现这一点 他怀疑初春调查了这个网站 并发现了和时风有关的情报 于是遭到了记忆篡改 意识到这一点后 炮姐调查了初春的电脑 靠着电流性能力 恢复了被删除的资料 果然发现了时风的照片 以及对方所在的大楼 炮姐见时风费尽心思掩盖消息 估计就不想让别人发现这个地点 于是他怀疑这栋大楼 就是时风的藏身之地 黑子认识这地方 是第二学区的风气委员支部 炮姐拜托两人照顾好他母亲 御板美林 他只身前往第二学区 准备揪出时风 事实上时风操控记忆不假 御板妹妹的事情 却是非来横祸 比赛的时候 时风就认出那不是炮姐 他和黄毛男赶到小巷 遇上了昏迷的御板妹妹 对方明显是被军用纳米机器控制了 时风出手将妹妹救下 不久前时风被人用水滴当摄像头 都拍了自己返回基地的画面 黄毛男放出西家网页 表示绝对不会让别人发现在哪个网站 结果第二天就惨遭初春打脸 于是时风上门清除记忆 从而发现了初春和炮姐的关系 为了不让炮姐参谎进来 他才清除黑子等人的记忆 谁知道弄巧成拙 看着杀到面前来的炮姐 时风表示自己赶时间上车了 昨天对记忆被消除耿耿于坏 黑子已经开始调查警察的身份 随意心软称不是在帮炮姐 而是作为风机委员才调查的 昨天面误慈爱的注视 时风告诉炮姐 玉板妹妹没事 正在大楼接受治疗 等事情结束 她会把妹妹还给炮姐 炮姐听她解释后 也意识到自己死前遇见的对手 和时风并不是一伙的 他们处于某种原因 在寻找玉板妹妹 时风告诉她 一切的起源还得从炮姐阻止的 绝对能力者进化实验说起 时风在她所属的研究室 知道了妹妹们计划破明 后来她让黄茂南去 调查妹妹们的下落 才发现除了她之外 还有别的组织在查玉板妹妹 目的恐怕就是玉板网络 通过玉板妹妹脑电波串联的 巨大运算机器 一旦落入有幸人手里 绝对要出大问题 根据时风调查 这次黑手 正是绝对能力者计划的提倡者 墓园换身 她也是最近才找到了 墓园老贼的踪迹 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就是墓园老贼所在的位置 时风和自己的目的相同 但因为时风无法窥探她的记忆 所以她没有找自己合作 这次婚后的重伤 两人都有责任 加上时风出言不善 炮姐一怒之下揪住了她的衣领 咱就是说 这个时风也太瑟瑟了吧 炮姐不明白 时风如此没良心的人 为什么会照顾妹妹们 但时风却选择避开了这个话题 另一边 昨天本打算隐瞒初春记忆篡改这件事 这边提前醒来的初春听见 妾子干脆说出了真相 并请求她帮忙调查警测 初春果然振作起来 炮姐和时风下了车 对目给老贼火气冲天的炮姐 一路狂奔冲向会场 跑了一半 她发现时风不见了 还以为自己又被欺骗 这时气喘吁吁的时风才追上来 炮姐这才想起 从没见时风上体育课 恐怕此人是个运动废柴 但时风打死不成人 气鼓鼓称自己身材太好 炮姐这种搓衣板懂什么 两个5G超能力者小嘴一憋 嘎嘎嘎的就吵了起来 意识到对方无法适应自己的节奏 两人傲加一牛脸 决定分头行动 炮击黑了巡逻机器偷袭保镖 并用电磁炮轰开大楼直线进入 时风更加嚣张 从正门就进去了 她早篡改了这群傭兵的记忆 先轻松松走进了内部 另一边 黑子查到了警察看取的学生证明和能力 此人在14个月前 因为恐怖袭击未遂被捕 现在却在外界搞事 又可能是从看守所逃了出来 但这样一来 风机委员时会收到通缉令 黑子和初春决定去管理中心调取资料 又把妈妈交给顾法照顾 昨天不是风机委员 无法进入管理大楼 她干脆在附近溜达起来 见街舞赛跑中的上条当麻 在找货生服 考虑到货生服对自己来说很重要 她还不认识上条 所以抱歉地离开了 内想的走了一圈后 发现上条还没有放弃 于心不忍之下 昨天将货生服借给了她 拥有消除右手的当麻 还特地换成左手去接 两人约好一个小时后在这里见面 到时候大麻将货生服还给左天 借出货生服的左天 在路边看见了废弃工厂 好奇之下走了进去 管理中心的黑子他们发现 警测在资料上登记成死亡 两人觉得这件事不太对劲 这时热爱阴谋论的管理员告诉他们 看守所内时常会有能力优秀的学生失踪 上面得知后也会当成无事发生 同时炮酒和石峰在研究会大楼会合 石峰说到下手反馈 故意老贼已经被抓了 昨天悄悄跑进废弃工厂 本以为是探险 没想到真运上了秘密基地 他下意识就跟了进去 进门才发现 大门需要卡片才能打开 手机信号也被屏蔽 昨天听见有动静 掉头就跑 没想到被神秘女从背后挟持 对方让他不准回头离开这里 昨天答应 他突然想起自己不认识路 下意识回头 放人的妹子大惊 下一秒 昨天的书包被一分为二 警测的金属人从管道出现 吓得泪液拔腿跑路 当女没办法拦截警测 只能看着他追上去 这是他接到一通电话 立刻杀到了警测面前 救下来显现没命的昨天 刚才那一则电话 是学员都市的高层打来的 警测假借学员高层 捅扩理事会名义 调动了他和马场 两个暗部组织成员 在真相暴露 警测也有所顾忌 他观察过此人的能力 并非学员都市的能力者 那新计划说的阻碍 警测主动放弃了进攻 而刀女也没有伤害昨天 还打算亲自送他离开工厂 同时 石峰和炮姐来到 被捕的墓园老贼面前 结果在夺取记忆后 石峰意识到 眼前的人不是真的墓园 对方早料到他的计划 让石峰抓住虚假的墓园 也就代表他从秘密基地离开了 墓园老贼的目标 可是外装代脑 石峰大惊 墓园怎么会知道那东西 石峰带着炮姐 火烈火急地赶往第二学区大楼 大楼内 玉板妹妹苏醒过来 同时黄毛男发现 大楼遭到了入侵 外装代脑是什么 石峰为何如此紧张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 喜欢的观众老爷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